其实以中国大陆来讲 现在即便是13多亿的人口 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面积来讲 它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42个人 台湾是已经有647个 所以我们通常要追求一个土地面积 它的最似的人口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它到底是多少 但是往往这个数字 它会跟你的经济的发展 跟其他的条件是有关系的 因为人它既是个消费的单位 也是个生产业的单位 那我们说把这些孩子生下来 它一开始它是消费 消费可以刺激某些市场 或者商品的活络 但是某方面来讲 我们如何把这些人作为一个数量 它如何提高它的生产力 变成一个池上面的提升 这件事情就很难说了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类历史 是一张口跟两只手在做战争 到目前为止 刚刚谈到的马尔萨斯是200年前 提到的人口论是200年前 当时200年前 整个地球的人口是10亿 在那个时间点 很多的人都不看好 这个地球可以养活20亿人口 200年前 结果我们今天 不仅是养活了20亿人口 我们养活了差不多72亿人口 换言之在这段时间里头 我们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跟过去的问题是不一样 我们想要能源问题 有空气污染 有各式各样的地球的危机都出来了 但是人类还继续活 而且活得比以前更久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是说 你如何能从一个消费的单位 然后人同时有一个生产单位 这个生产单位你如果去提升 让它更富有创造力 能够减少过去的问题之外 也减少创造新的问题 这是我常常在谈这个问题 人类的认为在哪里 我总希望任何一代 我们所创造问题要少过于我们 创造问题要少过于我们解决的问题 如果每一代都如此的话 这个地球人口再多一点 我们相信还是过得去 对 我们必须要解决更多的问题 也不要一直再创造问题 对 但是所以现在问题拉回来就是说 你真的是optimal 最适当人口数字都会 往往大家不晓得 会跟着你当时的能力有关 但是人口的结构的组成 它的比例 多多少少大家会有个共识 老人太多或者小太多 怎么样会比较平衡 大概会有一个 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部分可以透过 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用 这个生育 不管是一胎化跟现在的开放 可以慢慢调整 虽然时间会拉很长 但是不做总是不行 不过人太多 终究还是会有资源要抢夺的问题 例如说现在一胎化政策要松绑了 香港就很紧张 香港想说先前大陆的爸爸妈妈到香港抢奶粉 已经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 恐怕这个问题在接下来会更严重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的 刚才讲到人口一多难免还是有资源分配的问题 像现在一胎化政策确定要松绑之后 包含了在北京跟广州 就说会立刻来进行研究 最快相关的法案在三个月之后就可以上路了 这广州跟香港非常的紧 先前香港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大陆公安客到了香港抢购奶粉 导致香港奶粉非常的缺 让香港人很头痛 接下来他们担心问题会更加严重 连香港官员都说会来密切主意 香港的爸爸妈妈又紧张了 现在只要架上没货 家长们就心头揪紧 大陆人到香港疯抢奶粉 早已不是新闻 只是如今抢奶大作战 可能会更加惨烈 我刚刚跑到几家都比较缺货 价钱比之前高一些 像这样特地到香港的大陆家长 以后恐怕会越来越多 因为大陆的单独二胎政策 也就是未来在中国大陆 只要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是独生子女 就能生第二胎 大陆新的生育政策 却可能导致香港的奶粉荒更荒 最近有些报告指出 在零售层面也都有局部的地方 出现一些抢购的形象 但当然我们不希望 见到这些情况是继续恶化下去的 港府正密切注意 奶粉供应的压力 其实不只是奶粉需求增大 对玩具 婴儿用品 婴儿护理 儿童医药等相关产业 都是利多 市场预估 未来每年大陆将增加 100万以上的新生儿 刺激婴又同产业商机 但就怕像奶粉一样 也会让市场面临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 一态化政策松绑之后 可能对香港带来的挑战 即不止对香港 对台湾恐怕也是一样 他们的政策松绑 对其他人带来的影响会有哪些 是 刚刚谈到说如果短期间 因为松绑而增加这些新生儿 那新生儿它有相关的 不管主食副食品 我相信这个就是供不应求 那么我们在金门 在前两年开了一家全联 全联生意真好 厦门过去 尤其是买哪一本 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短期 我是觉得它整个政策的着眼点 放在这个消费 因为消费而刺激一些市场 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放在一个人口结构的平衡上面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 它已经是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了 那么它对于未来能够多生 也就是那么多人 它大概在经济上面 大概也可以支撑的打 这些消费的人口 这是未来为了让它平衡 能够更永续的发展 我想这样的考量 尤其是劳动力 跟整个人口的平衡 才是它的真正的重点 不过说到长期的劳动力人口问题 想要进步请教副院长 您刚才也讲到说 其实现在只是说 能够把这问题往后延缓个几年 没有办法真的解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其实考虑说 中国应该一口气就是完全开放 反而比较一步到位一点 对这个当然 它有不同的考量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完全开放的话 那这个计生委 他大概都没有工作 所以计生委 舒服小计生委的工作人员 对 所以它是第一个反对 现在各部会就是保卫 它自己的工作站 所以它一步到位的 大概从计生委的这个角度 它是不会同意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如果一下子开放的话 如果人口一下子暴增的话 那这些有一些主食品或副食品 可能会很快的 短期间有很大的这个紧缩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我不晓得它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那是摸着石头过河 可能是它现在这一届政府 它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就是说 它可能在人权或人道上 有一些些感觉上有一些相对其他 上一届的政府是有一些开放 我自己的估计在未来十年 中国大陆的人民可能对于这些 人道跟人权的要求可能会更多 那这个部分可能他们的政府 必须要跟这个有一些些妥协 要有一些回应 但问题是计生委会不会是 其中人口开放的最重要的主力 这也是不是他们的 当然他们可能面临到失业的压力 但是这个更可能是国家和政府的压力 在现在的环境下 他们的政策我认为算是不错了 但是我们只要检讨过去几十年来 从毛时期的过度鼓励生育 到邓时期的这个一胎化 他们可以证明 极权或者威权的政府是非常有效的 他们效率真的是效率很好 但是也造成了很多产无人道的事情 所以也许大陆人民会在未来十年 因为这个政策虽然他们不准提毛 不准提历史的功过 但是他们还是会反省一下 到底是一个民主政府会更好一点 民主政府不是说不出错 但错误不会那么严重 这可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虽然有外国媒体认为 这开放根本只是一小步 不值得家许 但好歹是往前走了这么一小步了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